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高烧一周内三度就医 法新社报道 知情人士指出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Mahmoud Abbas 上周二不手术之后 今天因胸痛 高烧再度就医治疗 阿巴斯现年83岁 今天上午前往约旦和西安雷马拉 的一家医院 匿名消息人士并未进一步说明病情 只表示主席至少会待到明天 阿巴斯一周之内第三度到医院 他先是在15日进行所谓小型耳部手术 19日回诊进一步检查 只待了30分钟就离开 巴勒斯坦官方新闻机构瓦法社 报道 当时检查结果非常良好 不过阿巴斯今天上午再度就医 消息人士表示阿巴斯直到下午都没有离开 瓦法社下午发布声明 引述医院院长指出 检查结果良好 阿巴斯的健康状况令人放心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推特账号表示 巴解首席谈判代表爱瑞卡 Sawabarakat 已经到医院探望阿巴斯 并引述爱瑞卡的话说主席的健康状况良好 路透社报道 爱瑞卡的幕僚表示 阿巴斯曾与爱瑞卡交谈 并且还会开玩笑 阿巴斯预计在明天或后天出院 雷玛拉的一名巴勒斯坦官员说 阿巴斯这次再度就医 是因为15日耳部手术产生并发症 一度发高烧 医生建议他回医院治疗 不过一名医院的消息人士说 阿巴斯的健康状况与耳部手术无关 这名无权对外发言的匿名院方消息来源 表示主席将在医院带到明天 他已经服用抗生素 以治疗胸腔发炎 阿巴斯市重度吸烟者 2月前往纽约向联合国安理会演说时 曾在美国接受健康检查 本温书 本温 arts 优优独装 olduğ